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表声明称 过去的24小时 乙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共导致了29人死亡 93人受伤 自去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乙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已经导致了4243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了9.92万人受伤